就离谱 原来监狱风云中的傻标竟然是黄光亮本色出演 黄光亮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性格居然会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大优势 他实验的傻标虽然是监狱里的头号恶人 却性格直率讲究道义 虽是典型的反派却拥有普通人最欠缺的精神 看不惯的是他要管下三烂的事他也要抱不平 所以观众非但不恨他反而非常喜欢他 正因如此 黄光亮才凭傻标一决 已也成为香港影视界最强手的反派演员 于成奎安 何家居 李兆基并成为香港四大恶人 但没人知道的是 黄光亮能把傻标演得那么好 其实是本色出演 除了做坏事进监狱以外 傻标耿直仗义的性格 完全就是黄光亮本人 傻标在那个电影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正义 就是坏人中的好人 好人中的坏人 对 就是虽然在电影里面坏 但是坏的大家都喜欢 上世纪八十年代 正是香港电影最鼎盛的时期 而新人导演林领东小有名气后 一直在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 正巧哥哥林领南写了一个以监狱为背景 将说人性与反抗的故事 兄弟俩一拍即合 监狱风云就此诞生 在此之前林领南跟黄光亮就已经是好朋友 他非常佩服黄光亮的为人 于是在写傻标一绝时直接照搬他的性格 并且请了他本人出演 但万万没想到 随着这部电影的大火 竟直接捧红了四大恶人中的三个 出出茅庐的乌鸦哥张耀阳和大老毕吴志雄 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被观众所熟知 不过由于这是部犯罪片 大家演的都是反派 除了主角周润发和梁家辉 其他人在 我也只是配角 能成为反派专业户已经是他们的天花板 在香港电影最鼎盛的那些年里 他们都是各大犯罪片或喜剧片的常客 他们的角色也都是千篇一律的反派 或可爱或凶狠 给无数8090留下深刻印象 甚至就连恐怖片 他们也能游刃有余 比如黄光亮主演的《在世追魂》 一个逼鬼还可怕的变态杀人犯 无疑是无数人的童年阴影 事实上 黄光亮虽然面向凶恶 现实中却是妥妥的好人 与其他反派专业户不同 他最初就是专业演员 没有半点黑恶背景 黄光亮自有家境贫寒 有五个兄弟姐妹 他本想发奋读书 却因为成绩太差 初中就被学校开除 黄光亮13岁就离家独立 步入社会后 从事过许多工作 做过酒楼服务员 也学过裁缝 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才进入影视行业 不幸的是 由于他面向不善 只能接到那些反派角色 注定成不了主演大咖 但幸运的是 也正因他长相奇特 辨识度高 才会比其他人起点都高 刚一出道 就被各大导演关注 最终靠各种反派角色出镜 成为将于护晓的老牌港星 黄光亮打死都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因为这个镜头 被刘德华粉丝骂了几十年 在天若有情的结尾 刘德华 吴梦达和黄光亮 有一场互统的戏份 最后三人同归于尽 场面相当惨烈 这是华仔第一次 在电影里被人嘎掉 当时的他人气如日中天 走的还是偶像路线 拥有一大批迷地迷昧 虽然电影是假的 但悲情的故事剧情 却让观众们入戏很深 所以当他们看到 华仔被嘎掉时 内心可谓说不出的伤心 即便过去了很久 天若有情的悲剧结尾 依旧是很多人的一难评 不出意外的 凶手黄光亮 成了人们发泄的对象 以至于无论他走到哪 都会迎来一大片仇恨的目光 每次说起这件事 黄光亮本人都是一脸的无奈 其实当初拍天若有情时 翻拍喇叭一觉 很难找演员 就因为刘德华大火 大家都知道 要是嘎了他 后果会有多严重 但黄光亮当时还是新人 根本不知道后果是啥 所以一接到邀请 就毫无顾忌的答应下来 直到看了剧本后 他才意识到不太妙 当合同都签了 后悔已经来不及 所以嘎掉华仔 并非他本意 而是导演的要求 他身为演员只能照做 更何况他还是新人 为了养家糊口 拍起戏来格外卖力 难免会演得很逼真 事实上 这场戏拍得非常辛苦 而且三人都真的受了伤 他没办法去导演的要求 那场戏真的很累 拍得很累 其实真的 这场戏看似混乱 实则有严格的动作设计 为演出那种悲壮感 动作指导对剧人 要求非常苛刻 只要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有点假 就得重新来过 这导致他们反反复复 拍了几十遍 要求非常严谨 有一点像 好像有点假 都不行 剧人为了避免受伤 提前在身上绑了安全包 理论上来讲 只要捅在安全包上 就不会受伤 然而由于动作幅度太大太激烈 几人捅来捅去 就是捅不到指定位置 捅他反而全是没有防护的部位 明明说 哎 你待会捅这里好了 总人就这里就捅不到 捅到这里 三个人都受伤 虽然匕首是道具 但也具有伤害性 等好不容易拍完时 三人都已伤痕累累 正宜那时的香港演员 拍戏很拼命 所以作品质量才高 黄光亮但凡演技再拉胯一点 也不会被华仔粉丝骂那么多年 每每想起这件事 黄光亮还是有些后怕 好在那时网络不发达 不然他还不知道会被网爆成什么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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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都 一身冷汗 哎呀 说说你啊 你知道四大恶人是怎么对媳妇的吗 是把媳妇当仆人 还是动不动就打骂 如果是在电影里 以黄光亮的角色性格 肯定就是上面这种情况 就算媳妇是温比侠 下起手来也毫不留情 但如果说到现实 却跟电影恰恰相反 黄光亮本人跟电影里完全不一样 他不仅耿直仗义 也是个情感细腻之人 他曾说过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理解和信任 而不是管束和压制 在这方面 他跟妻子做到了极致 比如当妻子要出去打麻将时 正常男人多半不会允许 但黄光亮不反对 也不会催促妻子回家 因为在妻子出门前 两人会先沟通好一切 先问问打得多打 看是否符合自己的经济能力 再问问几点回来 跟什么人打 之后黄光亮就不会再管 更不会打电话去催促 而妻子也往往会在约定的时间 准时回家 同样的黄光亮出去玩时 妻子也不会管他 黄光亮身为演员 从小就出来打拼 认识的朋友很多 积欢出去玩也有很多应酬 所以他经常不在家 一玩就是通宵的那种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黄光亮最无法接受的 就是妻子打电话问着问那 所以除非家里有急事 不然妻子绝不会打电话打扰他 而这也是常常让朋友们 误以为他还单身 这是夫妻间的一种信任 也是提前沟通的效果 毕竟如果黄光亮真的做了 什么对不起妻子的事 就算打电话也没用 听起来黄光亮似乎有点大男子主义 其实不然 黄光亮本身是个很顾家的人 他赚的所有钱都会交给妻子 对妻子和孩子也很温柔 从没出现过电影里那种粗暴行为 正是夫妻间的互相尊重和理解 才让他们感情一直很好 甚至连吵架都很少 虽然黄光亮演了不少凶狠的反派 但不得不说 这些非但没荼毒他 反而让他更加懂得 该如何尊重身边人 娱乐圈的诱惑那么多 像他这种能一直保持初心的 已经不多了